金巴事件亦是陈凡另一個缺失 你數一數陈凡缺忽 然後數沙中線 沙中線不是他開頭的 不過結尾就是他的 不見了文件是他的 然後地址搞到被我搞到 就要將文件銷毀 將罪證全全銷毀 都是在陈凡旗下 昨晚旗下這個重大的偷空減料案件 是銷毀了所有證據 將所有的一些檢驗報告書 全部說不見了 連電腦系統都不見了 這根本要查 一定要有人落鑊 一定是金閘培 因為金閘培主證 你銷毀了所有文件 目的就是要將所有有簽名的人都要免罪 如果有簽名的人要被人叉住 成為刑事罪犯 他們一定會爆出所有東西 到時就好看了 看一看貪污 由下至上去到幾高層 他銷毀了所有文件 目的就是要不讓Jayson潘繼續爆下去 不讓Jayson潘繼續爆下去之後成功 就要將所有的證據銷毀 就是這麼簡單 有什麼可能會不見了文件 有什麼可能本來地鐵有電子化的 scan 所有文件都會不見了 在電腦都不見了 不只是 hard copy 不只是文章 紙張不見了 這是第一個陳范的一個重大個失 林范范第二個個失 就是在第五波疫情裏 第四波都有 第三波都有 第四波可源 第五波就是因為郭泰基組人員 他兩次即是第三、第四、第五波 其實陳范都有 在香港的外防輸入上有過失 而且就算爆發的時候 也不懂得去制止 也不懂得求救 這是陳范第二個個大個失 陳范第三個個失 就是在中港物流方面 在中港物流方面 陳范的個失也非常之大 中國物流 陳范什麼個失呢 就是令到中港物流完全停頓 很多司機去深圳 去做檢測的時候 在香港的陰性 去到深圳陽性 又或者他們全班人要聚宅一起檢測 令到中港物流現在完全斷纜 現在就算運貨下來 要經船快過運陸路 因為陸路的阻礙很大 到現在都解決不了 就算你說複食品 香港必需品也好 因為物流出了問題 所以導致價格暴升暴漲 是令到整件事簡單講 就是令到香港人百上加根 這個都是懲罰 都是懲罰 所以懲罰有沒有過失 很大過失 如果你說林鄭月娥 李家超人上任何當 林鄭月娥究竟是否真的 就是跟她說退休呢 我們不需要現在說林鄭的功過 沒有人可以現在判斷 因為林鄭似乎要面對一系列的一個追究 不單止林鄭月娥 陳肇始、聶德權、陳凡都要 她這四個官員其實 表現是非常惡劣的 林鄭月娥、聶德權、陳凡、陳肇始這四個官員 當然還有勞福局局長、羅子剛 當然她也有問題 但相對來說她沒有令到大家 她是做得慢、做得差 做得硬頸、做得決策、錯誤 但她也沒有令到大家百上加傷 也不是呀 老人院都是她的事 即是五個官員 講到陳凡 最後一個最大的禍就是金巴 金巴原來在2022年1月開始 已經炒黃猶菲了 一直炒足三個月沒有停過 原因就是金巴是配額制 逢星期二買一次票 星期二之後就沒有票賣了 如果突然想去珠海去澳門 一定要買黃猶票 不買黃猶票的話 根本就買不到票 因為逢星期二買一次票 之後就買完了 而你看回金巴的出入 本來有萬多兩萬人坐的金巴 跌到2021年 是因為很多措施 澳門措施 珠海措施 是平均剩下200多人一天 最多人的時候 最放鬆的時候 就是在過完龍的年 2月中 一來香港疫情 二來很多人去澳門 澳門還沒有收緊 當時大概有四五百人通過 我們計算一下 原來香港在1月1日開始 到現在過了三個月 過了九十日 九十日平均二百人 當作二百人出境 大概一萬八千人出境 經過金巴 即是經過港珠澳大橋出境 另外二月十五日至二月二十八日 這十五日 另外多了二百人 另外多了二百五十人 四百多五百人出境 另外三千多人 即是香港大概在三個月內 還有二萬一千七百五十張黃牛飛 即是金巴黄牛飛出現過 每張黃牛飛 我當他不要七千元一萬元 當五千元 講的是一億一千萬 一億零八百萬 即是在懲罰的管轄之下 他完全躲起來 直線開直線閉 就當金巴炒黃牛飛是廢的 不是不理 桑一吵得很厲害 然後金巴做了什麼方法 就是我網上不給賣 我只是給微信實名劑 然後限制車票 不准退票 四十八小時內 不准轉名 不准退票 你這樣就應該很嚴 應該就炒不到黃牛飛 但二月開始了十明制之後 明明開始了十明制 仍然可以炒到黃牛飛 即是告訴大家 要不就是嚴票的人 就不會看這個名字 要不就是名字 甚至可以改 即是有人控制著的黃牛 如果金巴說 我完全無法運運 我完全無法運運 因為現在的票價 如果就這樣收回來 就虧錢 那你之前賺的錢怎樣呢 好了 現在的黃牛 搞了這麼久 都未撲息 到現在這麼多措施 有十明制 又不給退票 又這樣又那樣 又微信 有很多票賣 但仍然有黃牛在炒 陳凡究竟你在做什麼呢 你有沒有出來跟大家講過一句 有沒有跟大家講過 你怎樣去制止 或者已經制止了 大家不要再買黃牛飛了 會不會這樣呢 或者教大家 就是上網可以買到的 如果上網買不到 給你 給你 陳凡你的運防局 等運防局去處理 這個可以顯示 陳凡基本上是一個 非常之不稱任的官員 由沙中線 由中國物流 由外房輸入 去到金巴的炒黃飛 你看到他 是完全躺平什麼都不做 香港有這些官員 就是香港的損失了